你说现在在我们画面上的这些人 每个人皮刀绷紧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难解 要不要办的问题 而是后面有一个力量 逼着你非办不可 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经讲了 本来只收押了一个郭宰清 当时本来讲的 杨志强是无保释回 无保释回以后 他居然被深压境界了 上次不是讲 你的资料不够吗 证据不够吗 你怎么会把它给收押 收押之外 连议员 现任的议员黄立昭 你已经也被深压了 林世杰也被深压了 你等于说一连四个人 都被深压了 对 我们先来讲 这次当选议长的人 是邱立立跟林世杰 一个是50万交报 一个是20万交报 感觉上这个案子 好像办不下去 你就是一个key man 你都可以用50万来交报 你看其他人都是千万交报 对 连高完都60万 对啊 所以邱立立50万交报 然后台北那怎么800万 对 那你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他只要50万 他只要20万交报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的话 他可能是轻罪 但是你想有可能吗 第二个状况就是 减调其实是忌惮 因为他是当选人嘛 还有四年的刑期 议长耶 对 议长 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动你 但是你身边的人 我可以动吧 第一时间他就把这个 郭再卿深压 进界然后成功了 准压了 所以郭再卿已经被勾起来了 被勾起来之后呢 我们不知道他在里面 到底有没有吐出一些东西 但是呢 他就像骨牌一样 郭再卿下去之后呢 一直在爬山 登山的高手 林世杰也出现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撑太多天 所以林世杰也被弄出来了 好 这两个其实之前 就已经是检掉给锁定了 锁定之后呢 检掉锁定了 锁定他的问题不大 你把它控制住就好了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两个人 第一个是黄立昭 黄立昭他是现职的议员 现职的议员 对他是有选上的 所以你有办法把这个议员 给压进来 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证据力的 但是重点就是今天最新的 压议员非同小可 压议员非同小可 如果你真的是拿他没折的话 你不敢去深压他 然后院方也不敢去准压他 因为他脚一出来 一反咬这个威力无穷 但重点来了 杨志强记不记得 他家里有个八百万 八百万 神秘的八百万 你家放金库 放银行 他不用 他就放在这包冷袋 对但是他当初的说法是 说出我这个是要去买土地的 我要斡旋的 因为我做土地的 开发的 我统合的 我要时间把钱给丢进去 好第一时间 院方准了 院方相信了 所以他是无保请回 他是无保请回 但是从无保请回到 积压境界 有个重点 他就说 积压理由 他的公诉跟其他人不合 我就要问啊 你为什么相信别人 不相信我杨志强呢 他表示别人 可能是有证据的 可能是有录音录影 而且是合法取得的 所以说我1月4号 等于说我被 这个是说无保次回 对 到了1月9号 我被深压禁件 这中间是有新的资料进来 对有新的资料进来 而且这新的资料是 就是检察官相信 而且院方也相信 就代表说这些东西 后面出手的人 他的证据掌握能力 是非常强的 那么除了这几个人之外 另外一个看了一个重点 就是黄一平 黄一平 他也被深压禁件 而且准了 也是羁压禁件 但他的重点 他是跟李文俊 你可以说他是同案 他是卡在一起的 那这几个人 都有一个重点 就是钱 这几个人都是钱 被深压刚刚讲到的 对 林世杰 黄立昭 杨志强 郭再卿 然后黄一平 他们都跟金流有关 你想想看 我就有一条线 把他给凑起来了 扣起来了 好 一般来讲 郭再卿在这事件里面 没有 应该没有其他的一个问题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金主 他就是大的金主 但是这些金主 如果他真的有拿钱出来吗 或者是他旁边有这些管道 把钱弄出来的话 你就要想这个钱流去哪里吗 但这个每个人都有 是有角色 林世杰有去找过谁 有去找过方一丰 那不管我之前有前进后线 或者是我有去联系 这些国民党 这些跑票的议员 你看方一丰 这件事情 林世杰被 被击押了 然后呢 在车上有谁 有黄一平 所以这件事情表示 检调我已经巩固好了 这两个人 已经被扣住了 林世杰跟黄一平 是同时在车子里面 威胁方一丰的人 对 然后我们想想看 你怎么可能只是拿枪 或者拿那些话语来威胁 一定有一些利诱的 那么另外来讲 黄立昭 你可能在这个部分 钱也是有经过的 有流过的 所以就算你是县职的议员 你可能也是赖不掉的 那梁志强这八百万就更有趣 如果能够证明 这八百万的来源 重点是来源 重点是来源是谁呢 只要跟这个会选有关系的话 只要有经过 必留下脚步 只要这东西串起来之后呢 那到时候就可能 不是五十万 二十万 这么简单可以处理的 好 小谢 现在台南这一局 越闹越大 而且你说这一局会闹到 2024搞到民进党动摇国败 甚至刚刚讲 林世杰的女儿本来要告你 现在自己开花了 现在是辅城变辅城 本来的辅城变成腐败的辅 这就是让大家看到 就是说民进党在台南做久了之后 连选个正副议长 五个人被收押 五个人被收押进检 我们看这太像电影情节了 这第五个人呢 他就是胡萝卜跟棒子 我们讲你要威胁一个人 不能去投票 你要投给自己 或是你不能投票 那你不能说你只有棒子嘛 你一定是胡萝卜跟棒子 两个都要有 我们先从胡萝卜谈起 谁是里面的胡萝卜 就是这个杨志强 八百万放在保冷袋里面 最新掌握的证据 为什么他从这个当庭释放 变成羁押境界 因为掌握到他在12月14号 接触到一个人 就是曾经被恐吓的方亦峰 你看大家都接受方亦峰 箱行车被请上来 然后那个黄姓的女子跟司机 然后跟这个林世杰 在车上的那次 是不是方亦峰 然后12月14号一起吃饭 是杨志强也约了方亦峰一起吃饭 所以很明显 他就是一个胡萝卜嘛 你看一边是吃饭 一边是乡行车 所以你就知道 一边是 一边是吃饭 所以这个八百万 为什么从一开始的保冷袋 说是要去买地 没有什么问题 变成现在检调认为说 你自己证人跟其他被告 三方的公职完全不同 所以把你积压进去 好我们来谈棒子 有胡萝卜就有棒子嘛 这个林世杰就是棒子啊 在车上 假装自己是李文俊 结果上车的是林世杰说 你只能投票给你自己 或是不投票 车上只有这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方亦峰当然觉得自己被威胁嘛 好 这个林世杰就被检调锁定了 结果呢 他的女儿是台南的市议员 本来说要告我 叫做010 你还去给人家呛吓 对 你跑去他的脸书 直接问 请问你还要告我吗 三天三夜 什么叫做三天三夜呢 一点都不会 你不怕吗 我已经爬了三天三夜 因为林依廷说 爸爸去哪儿 爸爸去爬山 他说我爸常 所以他爸爸不是补鱼去了 他爸爸去爬山了 他说我爸常去爬山 一次都爬好几天 联络不到他 这很正常 结果呢 检察官居体 我直接发鞠票了嘛 因为我要常唤你 就你不来跑去爬山 结果呢 你知道夸张的是什么吗 检调听说他在山上 检调就跟着一起去山上找人 结果两方杜丢 林侍廷碰到检调的时候 林侍廷突然说 我刚好有这个想法 我也想要去投案 所以就这么巧 他就说他去投案 然后他的女儿林依廷就说 我爸是自行到案的 没有 检方已经发了鞠票了 你爸就是被鞠提到案的 在更怪的地方是什么 那个三天山夜 号称很会爬山的林侍廷 上山去补他的这个检调 也有登山背景的 这个检调有登山背景的 他就说这个林侍廷很奇怪 他去爬山在三天山夜嘛 可是他没有保暖的衣物 他没有帐篷 他甚至连食物都没有 带到豆腐在山里干嘛 你知道登山里这些东西 没有准备是会死掉的 很冷耶 很冷耶 就他就在山上跟检调刚好碰到 所以当然会被 当然会被法官认为 你这个就是有串供跟灭阵之鱼嘛 山不再高能躲就行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林侍廷 你真的是去爬山嘛 好 有趣的是 为什么林侍廷会被积压境界 因为他女儿说他去爬山 结果他被检调找来之后 问话的内容 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坑爹的故事 坑爹 坑爹 因为林依廷说他爸去爬山 结果林依廷的证词公开的跟全台湾民众这么说 跟他爸跟检调说的不一样 所以那当然就直接认为你有创贡灭阵之鱼 马上当庭羁压 所以为什么会羁压了五个人 就是里面太多宝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 其实他们很多人不用脑袋的 他们就是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这样子胡搞瞎搞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越办越大 俯城变俯城 到底还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能不能够把那个金流给勾串出来 然后让邱莉莉 就变成是坐实他们买票会选的问题 然后连议长都不能当 这是要看到底有没有要大案大办 还是要大案小办的关键性 不是这件事也很清楚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现在民进党 对于林志坚的新竹 高高举举心心放下 不对林志坚没有很大的批评 可是把台南好像 非要把他给生吞活泼 这不两个同一样的严重吗 而且刚好民进党未来新任的党主席 赖清德的政治出身地就是在台南嘛 所以赖清德到底有没有改革民进党的机会 这个台南的案子办得怎么样 很有关系啊 虽然他是跟大家讲说 他不认识郭再卿 可是哎 台南这案的人这么的多 这个赖清德在台南这么多年 他能够说他一个都不认识吗 所以这次就让大家觉得非常吊诡的事情 为什么你看其他地方的案子 比如像说新竹 新竹棒球场的案子 民众很关注 可是办的进度很慢 但是呢这个正副议长的案子 却是越办越大 看起来真的想要办出什么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瑞长 刚刚讲的 现在台南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拥有88枪 现在情节开始大调动 大调动了以后 刚刚讲 现在的台南市警察局局长 方杨林要去调警政署警政委员 那谁来接 是由廖中山 廖中山是谁 本来听说他还不到这个位置 是破格使用 为什么破格使用 他真的能办案吗 廖中山如果按照论资排备的话 他确实没有办法 在这次变成六都的台南市的警察局长 但是他是破案的 等于说一个非常好的一把手 他会办案吗 他是专门破大案抓药犯的 过去30年来大概你数得出来 大概我们那个年代 70年代的十大枪击要翻 这些人他都是 等于说从基层开始 那么真枪实弹 枪林弹雨里面干出来的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刑事警察局当时不是 台中市长 胡志强当台中市长的时候 不是创下有史以来 最多项黑道宣战的记录吗 维安特警队入驻到台中去 维安特警队入驻到台中 其实在台中成立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高雄也有个南部打击犯罪中心 廖中山就是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的主任 他是男打的 对 那在此之前 事实上他都在这个等于说刑事局 在刑事局里面呢 然后去支援 你知道刑事局出身的话呢 组长就外放当这个相关的这个队长之类的嘛 那他就到这个很多地方去呢 担任当地的这个刑警大队长 所以廖中山对台南事实上办刑警 他也熟 因为他也在这个地方待过 那除此之外因为这次啊 这个方阳宁保不住了 为什么 全台湾最赏识他的人都倒了 那个人叫做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嘛 如果柯文哲那时候一度很想把方阳宁 调到台北市当警察局长啊 如果他留到台北市可能没有 可能就保了 可以就没事 为什么 方阳宁不是刑事科班的 他是督查系统出身的 所以呢在台北市可能还震得住 但到台南去了以后 台南根深蒂固 盘根错节啊 不是方阳宁能够震得住的 因为88枪竟然抓不到 可是那天你讲说 台南的黑道很凶耶 台南黑道这么凶 他压得住吗 你要知道一件事 台北市六年在同一个地方 就一定要硬把你给调走 怕你在这个地方待太久了以后 跟地方太熟了 黄篤独全部都找上门来嘛 那因为警察风机就有问题嘛 那台南问题是台南 每个地方各立三头 而且很多地方都跟这个地方的派系 结合在一起嘛 所以台南这次 那么照理来讲88枪 黄阳宁还不会倒 可问题是他自己的三线一星的亲戚 都自己去搞一千万的 那个恐怕取材案件了嘛 保不住 他的秘书室主任 他一定要调走 他调走了以后呢 讲白了啦 虽然表面上是三线三星 其实就是降掉外加冷冻 他就等会休了 他的警戒前途几乎 就没有了 前几次台南出事情 有都调去这个 这个警政委员 警戒委员 那么三线三星嘛 那所以这次 本来照理来讲 现在台面上有两个人是OK的啦 现在可能要调台北市的张荣兴 我就认识他 张荣兴当台北市保安大队的中队长的时候 他的中队长发生一件事 他的中队长为了抓相关的 弃毒的通缉员 跑到总统五前面开枪啊 你知道吗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博爱特区500公尺之类是不能开枪的 不能开枪的不是吗 不能开枪的 他的这个等于说 那么他辖下的这个保安大队的远警 在为了接通缉犯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开枪 而且这个警察后来还成为我们台湾的名嘴 你知道吗 这很有意思的 当时张荣兴就是在台北市保安大队 但是张荣兴他最有渊源的是 因为我跟人认识三十几年了 他最有渊源在什么地方 台南 台南从还没有改制前的分级长 一路又做到分级长 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 其实他也是可以调到这个 等于说台南去的一个活棋子啦 那因为台北市 现在因为还要好几天才公布嘛 因为这次包括包括新北 然后包括这个桃园 包括台中全部这些警察局长都退休嘛 还有包括两位的警政署的副长也退休嘛 那么航警局这些全部加起来 三线三还有警察大学校长三线四 就八个缺了 所以三线二星的三线三星的一大堆人啊 那这次为什么要调廖中山去 因为廖中山去就是抓人 我想坦白就是抓人 那么台南现在自然乱成一塌糊涂嘛 再加上又抓不到 然后再有着分局长的又是外行 所以这时候调廖中山去 很简单 就是破大案抓药犯